海關破獲今年至今最大中走私案 貨品估計總值大約五千萬 海關昨天凌晨在赤立角機場以北水域 發現兩艘沒有開燈的漁船和快艇交接 不法分子利用調備 將漁船上的走私物品轉移到快艇 海關前開追捕行動時 漁船上三個男人立即跳到快艇 並高速駛向內地方向 未有人被捕 行動中 構查那艘本地登記的漁船 減獲大批電子產品、高價食材、名貴手袋、 複式和140公斤虎拍原石等 估計合共值大約五千萬 涉及稅款大約4,200萬 海關說走私貨品價值高、總類多 不排除背後有集團操控